带你到彰化看看 这薯葵花最近盛开 园林镇就有一处庄园 是种满了三万株的薯葵 由于生长得比别人还要高 所以呢是这个别名一丈红 全片绽放多达七种颜色 也信了不少民众前往赏花游玩 朵朵鲜艳 随风摇曳 整排的薯葵花绽放 争气斗艳 白的粉的 桃色 还有鲜红艳丽逼人的 质感长得十分挺拔 高过于人 别名一丈红 在园林这处庄园 种满了满满三万株 争相怒放 美不生收 这种花海漂亮不漂亮 海海很漂亮 因为它有很多种颜色 而且它是整个山都有 跟外面很不一样 就只有一点点 可是它是整个山都有 就觉得很特别 这边有一大片的薯葵花 带孩子来这里 也经大自然很不错 柴蜜的蜂儿 只能放过这成片的鲜美 现在正值薯葵花旗 薯葵的花朵饱满的色泽 高高的质感 一整排犹如屏障一般 那薯葵花呢 它因为杂交交配的关系 它有大概非常多种的红色 以及粉红色 这些不一样的色系 现在4月5月份呢 是盛开最美的季节 这样的鲜艳 花旗持续到6月 民众不要放过这处美丽 记者曾心中 金为中 彰化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